小书里走出来的男主上热搜后,在谁是你心目中的完美男主的投票中,肖战获得断层领先的7万票,比第二名高了3万票有余。 有的小说翻拍成影视剧后,观众会大呼悔原著,确实,有的演员颜值、身材、气质都不能与原作匹配,打破了读者心中那个美丽的幻想。 但肖战妥妥是书中走出来的男主角,甚至很多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作者,就是以肖战为原型为他量身定制的,因为他与小说中的男主总是完美契合。 肖战身上的故事感也美美令人浮想连篇,读者可以将他带入谍战剧,肖战粗眉低手间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秘感,有种深入虎穴,谈笑间就能将敌方玩弄于鼓掌之间的掌控力。 读者还可以将他带入职场小说,从张气蓬勃的职场新人,到运筹帷幄的商界精英。 肖战可以从少年感到熟男之间自由切换,读者更可以将他带入仙侠剧和古偶剧。 肖战有一种不识人间烟火的清冷气息,尤其一身白衣时,更是卓士加公子,一试折仙人,读者也可以将他带入年代剧。 很多演员不喜欢演年代剧,是因为会把自己拍得看上去很丑,那时的穿着打扮,现在看着确实为何。 梦中的那片海和王牌部队中,肖战的造型却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 虽然这一身装束很有年代感,但肖战眼中灼灼的光芒和脸上明亮的笑容,会让人秒回那段青春浪漫的真容岁月。 而且,肖战用心揣摩每一个角色,让角色通过他的表演,从纸片人鲜活的立于观众视野中,并赋予角色很多书中没有的特征,让角色的形象可以升华,且更立体更有魅力。 那么肖战就多多进组,将不同性格、身份、阅历的男主一一呈现给观众,不给自己设限,让角色与四十美景同时绽放,肖战超话。